你知道布老三真正的统治者是谁吗 十号到底还要打败多少个老头 才能够救出父母呢 布老三作为寻狱中 一个极其古老的道统 虽然中门内的弟子不多 但强者却不少 除了尊者秦法和秦章外 秦武其实才是下界布老三 真正的统治者 作为上界秦主 派来遵守下界布老三的神明 秦武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神火金 还获得了自保五行三的认可 本来凭借他的实力 在下界中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的 当秦武想要施展神通 镇压十号的时候 小塔出手了 一招就秒杀了秦武 还放出了不灭森林 十号和小塔的所作所为 也让上界布老三颇为愤怒 为此布老天尊也降下了头颖 想要再次镇压昆盆子 在布老天尊的追杀下 小塔和十号也逃到了一处太古堡界中 而这布老天尊其实就是秦长生 作为布老三的开山始祖 也是布老三最终的boss 当初秦长生也是凭借体内的仙谷 成为了上界数一数二的强者 所以才有了布老三的自尊涅槃计划 之后他的仙谷也到了秦浩的体内 秦长生作为拥有五具不同身体的人 这一次降下来的投影只是其中一具 然而柳生为了保护十号 也出手灭了布老天尊的三具身体 那么小伙伴们 在失去了这些强者后 你知道这下界布老三的结局如何吗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